公安部原副部长孙力军涉嫌受惠被捕 新华社报道国家监察委员会 对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副部长孙力军涉嫌受惠的调查结束 而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以涉嫌受惠罪拘捕孙力军 52岁的孙力军是山东青岛人 曾经担任公安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 2018年出任副部长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去年4月落马 今年9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中纪委指他政治野心极度膨胀 政治品质极为恶劣